热线12今日关注 直播平台乱象丛生 制假售假视频泛滥 除夕夜杀人案 迁出20年恩怨纠葛 冤冤相报刀砍三人 断送一生为哪班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遭猎杀 四只白鹤惨遭毒手 就是专门给人家鸟 就是要我鸟 各位钟好 这里是正代直播的热线12 我是曹东 日前人社部还有财政部 共同印发关于建立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 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 指导意见 意见针对当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制度覆盖面广 但是待遇水平偏低的情况 建立了四大机制 一 完善待遇确定机制 二 建立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 三 建立个人缴费档次标准调整机制 四 建立缴费补贴调整机制 推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合理增长 就在昨天下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王鹏犯非法出售 珍贵宾威野生动物罪 二审进行公开宣判 依法改判有期徒刑两年 此前呢 王鹏一审被判有期徒刑五年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五号 深圳市保安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王鹏犯非法出售 珍贵宾威野生动物罪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并处罚金三千元 王鹏提出上诉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立案受理 王鹏上诉认为 承认其出售两只小太阳鹦鹉 但对一审认定其家中 查获的四十五只鹦鹉是代售 提出异议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王鹏承认知道 涉案鹦鹉为国家法律禁止买卖的 但是仍然收购或出售 其行为已经构成非法收购出售 珍贵宾威野生动物罪 二审综合考虑到 在王鹏家中查获的四十五只鹦鹉系代售 其因其意志以外的原因 而未能得逞是犯罪未遂 可比照忌随犯 从轻或减轻处罚 同时涉案多数的鹦鹉系 人工训养繁殖 其行为社会危害性 小于非法收购出售 纯野外生长繁殖的鹦鹉 那综上对王鹏可以在法定刑以下量刑 故依法改判上诉人王鹏有期徒刑两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这个判决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那现在呢 在一些网络平台上 不到一百块钱 就能够买到一些国际大牌的化妆品 当然还有一些知名的包包和那些鞋 也是花很少的钱就能够得到 那这样的好事 我不知道您是否相信呢 一块酒精棉 简单地擦拭几下粉盒 就算消毒 再将成分未知来源不明的液体 挤进盒子调和搅拌 放入海绵吸收均匀 最后贴上密封条和底标 装进盒子 一个真假难辨的知名品牌的气垫粉霜 就这样诞生了 而知名品牌的唇釉的诞生 也同样简单 放入颜色粉和几种简单的成分 加热搅拌后倒入模具 挤入空瓶中就算大功告成 类似的自制化妆品视频 在抖音快手等直播平台上 可以搜到很多 除了自制名牌化妆品 在抖音快手等平台 还能找到大量展示假冒奢侈品的内容 抖音上这家标注为 顶级复制原单的用户 发布了258个小视频 展示了假冒各大奢侈品品牌的包首饰等 该用户已经拥有1.4万粉丝 1.1万个赞 而快手上这家主要卖假冒品牌鞋子的用户 711个视频中展示了大量假冒品牌的鞋子 而另一家标注 售卖原单包及皮具的用户 甚至公开发布了自家假冒名品包的制作小视频 记者加了两个在直播平台发布了大量自制化妆品视频的直播用户的微信 在同其中一位的聊天中 记者提出想买其视频展示的口红 并询问口红是否会被别人看出是假货 买家肯定地回答说不会看出来 而另一家售卖假冒名牌鞋的用户 则在直播平台上直接发布了买家的微信转账和聊天记录 来展现自己良好的信誉度 通过转账记录可以看出 那些动辄几千元的热门爆款鞋 在这里只用四五百元的低价就可以买到 3月25号 快手和抖音在各自的微博主页上 均以置顶的形式发布了相关声明 两家直播平台均在声明中表示 对于涉嫌传播交受制假的视频 将发现一起 处理一起 涉嫌账号将被限制部分功能直至封禁 不过记者按照两家直播平台提供的举报邮箱 将两家涉嫌制假受假的直播用户进行了举报 但三天后仍能在平台上搜到被举报的两个受假用户 热线12即将播出 除夕夜杀人案签出20年恩怨纠葛 渊渊相报刀砍三人 断送一生为哪班 收藏爱好者动起了歪心思 月偷130件古丸装满屋 下面来看一起备受关注的案件 今年的2月15号 也就是大年三十 陕西省汉中市发生了一起杀人案 当地三名王姓的村民 被同村的张寇寇先后杀害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张寇寇对同村的三名村民痛下杀手呢 日前记者来到了案发地了解到了相关此案的更多信息 案发的王平村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南正区的新吉镇 是当地一个普通的小山村 按照当地习俗 每年的大年三十都是上坟祭祖的日子 谁也没有想到 就在这天案件毫无征兆地发生了 据了解三名被害人分别是王平村村民王自新和他的大儿子王孝军 三儿子王正军 在案发当天 王自新的二儿子王富军因为有事没有回家逃过一劫 当时是中午12点40左右 然后我在我女朋友家里在帮忙做午饭 当从侄子口中得知实情后 王富军顿时蒙住了 顿时腿都软了 动到那里 哭了好一阵 案件发生后 为了防止张寇寇对王富军也进行报复 警方将他安置到了一处安全地点 与此同时 警方也对张寇寇展开了全力搜捕 2月17号 也就是案发后的第三天 张寇寇投案自首 经过初步调查 警方公布了案发的经过 2018年2月15号 犯罪嫌疑人张寇寇在自家楼上观察发现 王自新 王孝军 王正军和亲戚正准备上坟祭组 随后张寇寇戴上帽子 口罩 拿上事先准备好的单刃刀 为随跟踪刺激作案 在王孝军 王正军上坟返回途中 张寇寇持刀先后将二人刺死 而后张寇寇又持刀来到了王自新家里 将坐在堂屋门口的王自新刺死 在逃离现场前 张寇寇还放火焚烧了被害人王孝军的轿车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原本是邻居的两户人家 结下了如此的深仇大恨呢 据警方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张寇寇之所以作案是为了报复王家人 而报复的原因还要让我们 从二十多年前的另外一个案件说起 原来1996年8月27号 张寇寇的母亲曾跟王家人 发生了一次激烈冲突 冲突中张寇寇的母亲被王家人打倒在地 后经抢救无效身亡 坐我身边然后朝我吐口水 当时头一次确实没吐上 我就骂了一句我是疯婆子 然后就过去了 过去但是我也没回屋 我就还在站在那里 然后他反回来又朝我脸上吐口水 我肯定他都非常愤怒欺负我 我这就删了他一眼光 然后他都破口大骂 王富军说听到争吵声后 家里的弟弟王正军和母亲等人就出来了 而这时汪秀萍的家人也出来了 据王富军回忆 在被打后 三弟王正军也用木棒 往王秀萍的头部打了一下 王秀萍随后倒在了地上 他那下过了几分钟来了一个车 车灯照了一下他自己又拔起来 拔起来然后他拦着 就扶着回去走 最终在村干部的协调下 王秀萍被送到乡医院进行抢救 1996年12月5号 当地法院对这起案件做出了一审判决 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正军犯故意伤害之人死亡罪成立 但鉴于王正军在犯罪时伤未满18周岁 且能坦白认罪 其父以待为支付死者丧葬费用 加之被害人汪秀萍对引发本案在起因上 有一定过错责任 应对被告人王正军从轻处罚 最终王正军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对于明示赔偿部分 法院认为 鉴于被告人王正军系在校学生 幼伪成年且家庭经济困难 确实无力全额赔偿 故酌情予以赔偿 最终法院判决 被告人王正军的监护人王自新 一次性偿付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福儒 经济损失9639.3元 宣判后 在法定期限内 检查机关未提起抗诉 被告人王正军未上诉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福儒 就赔偿部分也没有提起上诉 该判决就此发生法律效力 王妇军说 当年案件发生后 他一直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尤其是跟张家仁碰面时 因此他们兄弟曾多次劝父母搬走 但父亲没有同意 私发了 我大哥给我劝爸妈说是 老家的地方不要住了 是班女 我爸说是 这个事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了 而且 我老三 就是我爸说 我们老三 是我弟弟 也是被判了七年 也受到应用的惩罚 这个应该没死 采访中我们发现 王妇军所说的 1996年那起案件的经过 基本上与判决书 所认定的事实一致 然而呢 对于王妇军这些说法 以及法院的判法 那么张寇寇的父亲 以及姐姐并不认同 很乱都出来做的假证 你说为什么吧 人家矮子当官 在农村都是谁敢当官 我说谁说话 这是个事实 假如是我爸爸的矮子 有当官的话 老婆都向我们说话 张寇寇姐姐口中的 这个当官的人 指的是王家的大儿子 王孝军 在当地相关部门提供的 王孝军的工作履历上 我们看到 在1996年8月案发时 王孝军在当地的 庙坝乡政府 任党政办主任 1998年7月 提拔为了庙坝乡副乡长 张寇寇姐姐说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她认为 很多证人所说的 都不是真实的 那么在张家人眼中 案发经过又是怎样的呢 而除了这些之外 最让张家人不能接受的是 当年用木棒打死人的 是王家的二儿子王孝军 而法院最终认定的 却是王家的老三 王正军 这个孩子 他个老二 拉嘴跟逛走 从后面 哗 要到头上了 当时在哪儿打的 拿棍子 大概就是这个位置 大概就是这个位置 对对对 当时您看到的是老二的 对 老二打的 盘子嘴小姐 嘴小姐应用上 不顾18岁 嘴小姐应用上 他们写的 恶非是老二打的 他们最后 我们写的老三打的 他们三个人喝去喝打 他们三个人都应该治罪 为什么他一个人治罪呢 又不是他一个人打 他一个人治罪 而除了对这起案件的 事实认定和定罪量刑不满之外 对于民事赔偿部分 张家仁也一直无法接受 判决书显示 当年张家仁要求赔偿的 经济损失 包括丧葬费 煞养费 抚养费 死亡补偿等 共结25万元 而法院最终判决的金额为 9639.3元 除去王家之前 已经支付的 8139.3元丧葬费 张家最终只拿到了 1500元的赔偿 这个人一欠我 但是这是事实 就一欠我 从这之后了结了 没了 啥事都没了 虽然心里有很多不满 但张家仁还是接受了这个事实 不过二十多年过去了 张寇寇心中的仇恨 并没有随着时间抹灭 他默默酝酿了一个报酬计划 甚至连自己的家人都没有告诉 事发当天 张福如一早就和兄弟们 去山里上坟祭祖 临出门 张寇寇还特意叮嘱他 早点回来吃饭 然而没等张福如回来 张寇寇就在当天中午 对王家父子三人实施了报复 这是一个目前关注度非常高的案件 下面我们马上要连线 本栏目特约评论员程丽庚 程老师 对这个案件来谈谈您的看法 这个案件非常受大家关注 一是他这种作案的时间的特殊性 还有这个案件的这种 恶劣和这种伤害人一案三命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 就是张寇寇打着 为母报仇 约缘相报的这样一个理念 还受到了很多人的一种理解和接受 我们讲在今天的法治社会 以任何的理由挑战法律底线 都是不允许的 他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 但是在这样一个案件和过程当中 二十多年前这样一个案件的判决 我们现在还无法判定 他是否有瑕疵 但是已经经过了法律的途径 如果张家有疑意 还可以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去解决 但是他们没有 我们觉得法律在今天的公平正义 是非常的重要的 毫无疑问 二十二年的判决 让张家心中未能完全的满足 这就更要求我们今天的法律 应该秉证公开公平正义的 这样的一个原则 但是法律可以解决 依法来治理各种情况 但是没有办法去调节 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矛盾和情感 一个人的成长 他的家庭背景 他的文化教育 他的道德水平 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所以我们觉得在建设 美丽和谐中国的道路上 既要有我们的法治建设 更要多方面的 在文明道德教育上 多管齐下 道路任重道远 好 谢谢程老师 目前张寇寇杀害王家父子一案 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 同时从3月29号开始 也就是从当天的上午开始 张家人委托的律师 也已经获准查阅 1996年张寇寇母亲 被人伤害致死一案的卷宗 在这儿我们也征集一下 如果您身边有好的新闻线索 也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电子邮箱联系 我们同时也欢迎您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 来看下一条 3月27号 广州天河区乔乐小学 举行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模拟宪法宣示案 我宣示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回顾宪法权威 此次宣讲活动 依托全市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平台开展 自3月27号起 广州市1521名村社区律师 将以举办专题讲座 知识问答等形式 现场面对面 为当地村社区干部 居民 中小学生 异地务工人员等人群 认真宣讲本次宪法的重大意义 热线12即将播出 收藏爱好者动起了歪心思 月偷130件骨丸装满屋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遭猎杀 四只白鹤惨遭毒手 好 实在抱歉 出现语误啊 那个肯定不是宣示案 而是宣示活动 抱歉 好 近日啊 重庆市警方 破获了一起盗窃骨丸的案件 那实施盗窃的这位文物大盗 他总是能够准确地分辨出 文物与艺术品的真伪 而且每次作案呢 偷的都是真东西 能应书院坐落于重庆市江北区 今年2月初的一天早上 进入书院的工作人员发现 存放在书院多个房间内的 大量文物和字画被人盗走 打开房门的时候 天啊 惊呆了 整个房间乱七八糟的 被洗劲一空的感觉 通过对现场的清点整理 工作人员发现 盗窃者显然是有备而来 他盗走的文物及字画 都是书院内价值最高的藏品 总价值达三十余万元 我们细细地清点了一下 所有的字画 它的团扇 它的折扇和字画 有十几幅全部被盗窃一空 还有其他的我们的一些 古董花瓶 宴台 在随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重庆市江北区的多家古玩店内 又接连发生了多起文物盗窃案 包括字画在内的大量文物被盗 而作案手法都极为相似 院内被撬 还有外面它的舌相被损坏 对当时的情况做了一些分析 认为可能是一个惯犯 通过对2月4号 10号 20号 三个不同时间案发地点的排查 警方终于在一段监控视频里 发现了这名文物大道的踪迹 只见他用特殊的面罩蒙着脸 多次往返于作案地点 在观察清楚室内的安保情况后 犯对嫌疑人拿来的作案工具 准备进入室内盗窃 这个嫌疑手法比较熟练 比较老道 我们通过对嫌疑人的手形 身形 进行一个监控跟踪 发现这个嫌疑人的行踪 最后我们就锁定嫌疑人的身份 在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刘某的身份后 警方立即对其实施了抓捕 并从刘某的家中当场搜出了 大量失窃的文物及字画 我们侦察发现刘某喜欢文物 喜欢做一些鉴赏 而且自己还有一些鉴赏的能力 一共倒下来是一百多件文物 同时它在整个过程当中 就是说通过它的渠道 还嚣张了一部分 从哪进去的 都是从那个门是不是 不是 藏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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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头 都是在那里实施的刀写是不是 在哪里的地方特别 都是鬼鬼头 都是主要是鬼头 警方调查发现 犯罪嫌疑人刘某十分爱好收藏 因为自身的经济情况不佳 久而久之便冻起了歪心思 在其盗窃来的一百多件文物中 除少数被销售外 绝大部分珍贵文物 都被刘某放在家中收藏 这些东西就是 我们从犯罪嫌疑人家中 所搜查出来的一些东西 这些账物包含了瓷器 玉器 还有这些书画 这个都是名的书画作品 还有玉器等等 光这个书画作品这一款 合计价值就有三十多万 据调查 犯罪嫌疑人刘某在一个月的时间内 先后作案三次 共盗窃古丸一百三十件 总价值近两百万元 目前刘某已经被警方控制 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有人盯上了文物 也有人要对动物下手 前不久在辽宁沈阳 有治安者就发现 有人投放毒尔猎杀猴鸟 仅一天的时间 就有至少四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白鹤惨遭毒手 沈阳理工大学环境学院生态研究室主任周海祥 是这次参与抢救白鹤志愿者的主要成员 据他介绍 这四只白鹤中两只中毒的白鹤已经死亡 其余两只白鹤一只中弹一只中毒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 在事发之前 摊图上经常可以看到猎杀猴鸟的毒尔 志愿者们立刻给中毒的白鹤注射了解药 三个小时后 白鹤开始慢慢恢复了活力 另一只受枪伤的白鹤 被志愿者们紧急送往沈阳市野保站的猛禽救助中心进行手术 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 受伤的白鹤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 同时志愿者们也向林业部门和公安部门反映了情况 相关部门立即封锁了事发现场 并展开抓捕行动 在现场咱们抓捕了三名犯罪嫌疑人 目前这个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 赵玉海告诉记者 很多人以为在野外打鸟 毒鸟是一种恶作剧或是娱乐 但实际上这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 刑法341条规定 如果猎杀白鹤两只以上就构成情节严重 五只以上就是情节特别严重 情节严重就是处罚是有期徒刑五年以上 情节特别严重就是构成了犯罪是有期徒刑十年以上 事发后 沈阳市林业部门进行了大规模的毒尔清理行动 并加强了盐河巡查 记者再次来到白鹤众主的贪图 并沿辽河贪图巡查了四十多公里 没有再看到毒尔 据了解 被志愿者救下的两只白鹤 一只还需要继续治疗 一只已经具备了放飞的条件 热线12即将播出 爆胎惹祸 面包车侧翻 大龙虾散落高速路 近日在浙江金华打工的王某 想通过微信寻找艳遇 却不想应召而来的不是女子 而是一个五大三粗的爷们 画面中被抓捕的男子 大多为二十出头 体格健壮 但是他们在网络上 却有另外一层身份 应招女郎 那么浙江省金华市浦江民警 是如何发现他们 又千里迢迢前来抓捕的呢 一切还得从报警人王某说起 前段时间在浙江省金华市浦江打工的王某 深夜寂寞难耐 他拿起手机开始在微信上 搜索起附近的人寻求艳遇 这时他发现了一个 头像是漂亮美女 并且微信名艾美的人 添加好友之后 美女直接询问起王某 是否需要特殊服务 并且主动介绍了自己的身高体重 年龄和三龙 甚至还直接给出了价码 并且声称 所有交易都不接受现金 他让我去唐山宾馆 我到唐山宾馆 没可知的为他去哪个房间 他让我给他付五杯元 我用微信转账的方式 转给他 你有五杯元 他说转账收不了 让我发红帮 于是我又发了五杯元红帮 给他 他让我继续发一千元 保证金给他 还没见面 就已支付了2954元的条资 直至许久未见对方发房间号 王某这才发现 自己的微信号已经被拉黑 这时王某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王某赶紧向浦江县 浦阳派出所报了情 成功捐毁了以 龚某为首的 11人的犯罪团队 自2017年12月以来 他们在租租房内 利用微信实施网络诈骗 每起互利几百元到几千元不准 受害者便不全部各地 案件的涉案金额 也达到了九十余万元 目前11名犯罪嫌疑人 已被浦江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已进入起诉阶段 近日深圳海关破获了一起 特大的走私手机案 犯罪团伙利用的是无人机 空中飞越边境 然后架设限栏 向境内疯狂的走私手机 初步估计案值高达五亿元 2017年下半年 深圳海关积司局获得线索 广东合员级的吴某 纠结了大量人员 在深港边境 从事手机走私活动 侦查中 积司人员发现 走私团伙租住的这个小区 距离香港一合之隔 他们租用了两个 楼层较高的房间 每到深夜便将窗户拆下来 进行走私活动 走私团伙是利用无人机 驾驶这个飞线 用无人机把线拉到这个香港 固定以后 采用一些叫自动化的一些设备 进行走私 香港一侧是连麻坑村的一片空地 空地中间的这间独立房屋 就是香港走私团伙 向深圳发货的窝点 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十几天开工 每天在凌晨 一般是12点到凌晨5点钟 这么一个区间 通过飞线把那个手机大量的 就是从香港走私到境内 在掌握了大量走私证据以后 深圳海关决定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当天深圳海关出动260名机私警力 对26名嫌疑人进行抓捕 在这个窝点内 刚刚进行完飞线走私的几名 嫌疑人也被抓获 现场缴获走私手机4000多台 以及足挽工具一批 记者在罗湖区严芳路 封堵天下小区25层的走私窝点看到 在两个不大的房间里 堆满了犯罪团伙的走私设备 香港一侧的走私团伙将线固定住以后 就利用这种脚盘和固定在房顶上的滑轮 运送走私货物 这种翻部小包是飞线走私时 专门用来装手机的 每次可以装20部手机 这里有几台这种 就是走私用的 就是把电机 就是把那个手机从香港 拉到深圳这边来的电机 你看这里都已经烧毁了好几台 因为它这个每天的走私量特别大 所以的话呢 这边有备用的 也用已经烧毁了 在犯罪团伙走私的手机中 以翻新的苹果手机为主 一些旧手机在香港经过维修翻新以后 便通过这种走私通道 以较低的价格流入到内地市场 因为它价格比较便宜 像在华强北市场 我们也经过调研 确实这个翻新机在内地的需求量是特别大的 据嫌疑人供述 每台翻新手机可以赚20到30元人民币 走私一台最新款的手机 则可以赚得近100元人民币 它一天大概可以走1万到1万5千台手机 然后一个月的话 按我们的初步估算 一个月的话大概是开工是15天 它一个月的那个收入 收入也是上千万的 打掉这条走私通道 避免了有可能这个利用这个通道 进行武器走私和毒品走私 以及一些政治反宣品的一些走私 流入到深圳 下一步我们将采取 与相关执法部门进行综合治理 立体防控 始终保持打击走私的高压态势 酒后驾车 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 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那近日山东烟台的刘某 被酒后驾车的司机撞倒之后 当场死亡 近日山东省烟台市交警 一大队指挥中心 接到122指令 在环山路公交集团门前 有一辆轿车和一辆自行车 发生了交通事故 轿车逃逸 被撞自行车驾驶员刘某死亡 警方立即赶赴现场 据面包车司机交代 受害人刘某是被撞飞以后 落到了他车的前挡风玻璃上 同时招式车辆 还撞上了停在周围的一些车辆 然后驾车逃逸 经过对现场碎片的细致勘查 并且走访了周围的目击群众 警方很快摸清了 赵氏逃逸车辆的基本情况 当时事发比较突然 而且赵氏车速相对较快 而夜间的视线又不是非常好 所以说目击证人只记得最后的三位数是695 结合现场勘查得到的信息 警方判断 赵氏车辆是一辆银灰色的大众轿车 车牌尾号是695 民警又调取了沿途的监控录像 最终锁定了嫌疑车辆 通过锁定的嫌疑车辆 民警很快查找到了车主的联系电话 晚上10点30分 民警将赵氏司机张某抓获 从我们后期的调查结果来看 赵氏车大概喝了能有六七杯的高度白酒 处于严重的醉酒状态 精神讯犯罪嫌疑人张某 对赵氏逃逸的事实供认不讳 3月28号凌晨 在浙江高速公路绍兴段 一辆面包车因为轮胎爆胎发生了侧翻 车内200多公斤大龙虾洒落一地 在浙江高速公斤大龙虾洒落一地 开车开车然后它又失去平衡了 然后那边就就爆开了嘛 然后就滑过来 滑住然后转过来 然后就滑到里面 然后这里就撤坏了 应该只有200多公斤吧 里面都是龙虾吗 对 应该两三万块 至少 中文字幕作人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